这个计划很清楚 其实佛陀讲这些东西啊 是希望方便引导这个众生 那么进入一圣的佛法 他便不是故意把它分成 这个益圣安利 不是安利所有的这个圣 便不是 而是由一圣里面为了方便引渡小圣人 进入佛地 所以才有所分别 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这边呢 再谈翻过来第十页 以小圣法 以大圣人似成佛杖 以小圣总性是成佛方便 全无为故 这句话解释很简单 你假如是这个人啊 这个地址是大圣的总性 是可以去救度有情众生 但是你只给他小圣法 这个就是等于 不合 他是一个法器 但是你不付法给他 付一种很小的法给他 这个不合乎他本身的这个法器 不能配合 这个是有一点障碍 那么假如是说我传的是小圣法 那么传给这个小圣总性的人 那么是很复合的 刚刚好 那么这个一小圣总性是成佛方便 就是变成他将来修成成佛的一种方便法 这个是很复合的 所以由这个我就想到传法的问题 我们密教的法有四个层次 其实都是为了成佛的 那开始的时候啊 你要修本尊 本尊以下所有的法 都是在本尊的范围 所以第一层本尊 那么第二层内法 就是专门修气 第三层这个无上密 金刚法就是属于第三层 那么第四层是大圆满法 就是修空性的 也可以讲第一层是修本尊 就是将来你的本尊净土的 修净土 那么第二层呢 是修气的 气脉明点的 这一个层次是可以讲 这个一个很大的 生修气的一个基础 第三个层次是修意的 把你的意望啊 全部转化跟超越 无上密 第四个层次 才是修如来的空性佛性 大圆满 大圆满 那么副法也是要小心啊 我法要传给你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假如是法器 切切实实是法器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 你会留着 会应用 会弘扬 那么你不是法器 我给你 你一样漏掉 也一样是漏死掉的 你也不能弘扬 那白给 所以将来这个师父 付法 要付给你 是必须要有所选择 像佛陀讲 小圣人 你付大圣法给他 不对 那么大圣人 你付小圣法给他 也不对 所以要依自己啊 依自己本身的这个种性 下去付法给你 随类而教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 相得益章 我们讲相得益章嘛 双方面通通得益啊 师父传给你也不会白传 那 关于传法方面啊 像这个以前 我们灌顶上师 是比较容易 因为当初的时候 很多啊 我们国家很多的弟子 都没有上师 那不得不好 这时候挑选一些人 付以阿世雷灌顶 让他做一个上师 那么去教化所有的这个 有情众生 那么以后为什么会比较难呢 好像现在这个阶段就比较难了 将来要好像说 付以阿世雷灌顶 为什么会比较难呢 因为阿世雷灌顶顶 现在已经足重在于挑选法器 跟这个付法的不是以方便来度众生 而是以实际的状况 你实修的这个层次才来付法的 所以以后的这个上师就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因为法越传越多 你一修行的话 马上就层次它显现出来 你当一个阿世雷灌顶本上 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很多的 不是可以随便可以复法 那以前因为这个 我一个人的时候啊 没有这些上师出来帮忙 也不行 所以那时候比较易 那么以后就比较难 以后的挑选的法器啊 必须要具备的 有很多很多条件 第一个 你必须要完全了解 所有的密教修持的仪轨 你种种仪轨 通通都清楚明白 最起码的所有的 这个修行的仪轨 跟他的心要可解 通通要清楚明白 第二个 你必须要 扶持这个宗派 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啊 你不扶持的话 你还算什么 这个宗派的上师呢 对不对 你绝对是要扶持这个宗派 第三个 你绝对是要扶持 是根本上师的 你不扶持这个根本上师 你就得不到传承 你还是这个宗派的上师吗 根本早就是没有的 第四个 你必须要发慈悲心的 真正能够度众生的慈悲心 不是一张阿世雷证书给了你以后啊 你就消失不见 不知道抖到哪里去 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都找不到你 你把阿世雷证书锁在这个你的金库里面 金库 你的金库里面 你忘掉你阿世雷是做什么的 你自己不了身脱死 也不弘法度众生 连小圣的资格都没有 何况论到大圣 没有发慈悲心当什么阿世雷 你舍不得牺牲你自己的时间跟你的生命 你当什么阿世雷 要能够舍的 这是第五个条件 要舍啊 舍是把你的时间跟你的生命 都要舍给有情众生的 所以现在有些阿世雷啊 是上师啊 叫他说 哎 你这个到哪里去洪华 我没有时间 叫他怎么样子 我身体不舒服 叫他怎么样子 我怕 我怕 是I scared 我怕 你怕什么呢 对不对 你怕什么 你怕啦 就当阿世雷吗 阿世雷